台灣本來是在各個領域上面 是領先韓國的 最後到現在變成 從綜藝 歌曲 戲劇 科技 汽車 遊戲等等 方方面面全部都落後韓國了 為什麼 因為人家會反思 人家韓國甚至還知道中華文化很好 他就甚至直接把中華文化拿來自己用 你把韓國跟台灣併在一起去講 人家韓國人都會覺得 不是同等級的 台灣不配跟韓國人放在一起講 誰敢說台灣不好 誰就是不愛台灣 誰就是背骨 誰敢說中國好 誰就是中共同路人 誰就滾去中國 我們台灣除了今天還剩什麼 還有嘴炮啊 台灣的嘴炮世界第一耶 我跟你講如果嘴炮有殺傷力的話 台灣可以征服太陽系 信不信 我們台灣的嘴炮無敵 嘴都嘴贏人家 什麼東西光嘴 我們嘴片世界世界各國 我們辦一個嘴炮的奧林匹克 台灣有幾面金牌都可以拿幾面 大陸遊戲這個悟空橫空出世 韓國的媒體他說 給南韓業界留下哪些教訓 黑神話悟空單機遊戲席捲全球市場 韓國的媒體發表反思性的文章 他講黑神話悟空給韓國遊戲界留下哪些教訓 好來這個韓國媒體分析稱 中國的遊戲市場是手遊領域的強勢地區 好來 被 我看一下 像黑神話悟空這樣的單機遊戲出現 背後是一個非常困難的這個環境 因為這個遊戲市場本身 韓國他講韓國的遊戲 受韓國的影響比較大 韓國的遊戲公司 大都沉迷於一次性短期的業績的氛圍 如果你看德國遊戲線上 遊戲展上獲獎的公司 數量最多的是日本還有中國公司 但是韓國公司只是候選者 他們必須保持自己的IP 當然也必須投入時間跟資源來培養 純粹開發的能力 好來 那他們就是講 就是說在反思 為什麼這個中國他可以做出黑神話悟空這樣的遊戲 但韓國不能 然後就備註這個網友就講 終於知道為什麼韓國有綜藝歌曲戲劇 科技汽車遊戲 等等領域從原本的落後台灣變成屌打台灣 就是人家有反省自己和執行改變的能力 但是台灣的民進黨和台獨的支持者 只會用批評台灣就是不愛台灣 就是背骨這種情緒勒索 這個叫做害死台灣 我覺得最後這個備註這位網友講的真好 為什麼韓國他們我們台灣一直講我們好想贏韓國 好想贏韓國 其實台灣跟韓國在很多領域上面都是重疊跟競爭的 從以前亞洲四小龍時代以來就是如此 但是為什麼台灣本來是在各個領域上面是領先韓國的 最後到現在變成從綜藝歌曲戲劇科技汽車遊戲等等 方方面面全部都落後韓國了 為什麼因為人家會反思 就是自己到底哪裡不足然後去改變去執行 但是台灣 這個民進黨跟台獨的支持者 現在變成是一種很 變成是非常狹隘的這種心境跟世界觀 誰敢說台灣不好 誰就是不愛台灣誰就是背骨 誰敢說中國好誰就是中共同路人誰就滾去中國 就是這樣 台灣現在就是這麼狹隘 這麼情緒勒索的這種環境 這樣子叫做害死台灣 你看韓國 韓國就是知道人家的好 然後會去檢討自己 人家韓國甚至還知道中華文化很好 他就甚至直接把中華文化拿來自己用 就是說因為中華文化很好 所以孔子是我的 因為中華文化很好 所以團伍結是我的 人家韓國是把中華文化直接說是我的 好不好 哪像我們台灣啊 中華文化我不要是你的是你的不是我的你拿去 你看台灣為什麼輸韓國還有這一點 人家韓國直接把中華文化就是拿來說是變成是我的 直接是我的 他直接拿來自己用了 台灣 好的東西 直接說這不是我的拿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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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跟我有什麼關係 我是自己的 難怪越活越小 人家連這個 人家講什麼韓國是偷國 人家把不是自己的東西都變成是自己的 那台灣是本來中華文化是我們台灣很好的一個文化的根源 我們反而不要了 這好不好笑 真的有個好笑的 難怪輸韓國 好來 這個網友啊 他說 青鳥除了台積電以外還能吹什麼 還能吹台積電啊 台積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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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啦很多網友很多啊 我們三重流的話高雄金城武 但是我跟你們講 中天有一個玄冰 這是貨真價實的 你不要趕快往下面下去 好好好 最近 西台灣的3A大 西台灣就是這個 中國大陸啊 把它叫西台灣 黑神話悟空發售了 一堆人吹的天花亂醉 但遊戲性並不如大部分人說的那麼神 我覺得很好啊 不過才賣你1290 遊戲內容美術 對得起這個價格了 隨著遊戲的成功 贏取一堆一群人崩潰 那就是台灣特有種 青鳥 整天在那裡吹 台灣不需要3A遊戲大作 我們只要有台積電就夠了 台積電最大股東是國發基金 持股約6.37 外資持股超過7成 這樣還有臉吹台積電 我就當台積電台灣持股超過7成好了 事實上也沒有台積電是美積電 但是就是台灣現在已經 有一種很可悲的情緒了 就是現在兩岸的這種競爭 就是說中國大陸他現在在等於是在方方面面 各個領域上面都有非常非常傑出的 世界級的這種代表作出來 那就是每當中國大陸有領先的產業 領先的商品 領先的作品出來的時候 台灣就會說 但我們有台積電啊 那中國大陸有好的這個戲劇啊 台灣就會講我們有台積電啊 中國大陸有比亞迪啊 我們有台積電啊 比亞迪不要台積電晶片嗎 那中國大陸有大疆啊 我們有台積電啊 大家不要台積電晶片嗎 沒有我們台積電晶片 大家會完蛋啊 然後中國大陸還有什麼 中國大陸有黑悟空 黑悟空不要台積電嗎 台積電也要我們NVIDIA 反正就是台積電台積電台積電 就是台積電屌打一切啊 我必須講啊 講到這樣可不可悲啊 而且台積電還是你們口中 黨國時代蔣經國統治下的 這個誕生的一個 等於是一個公司啊 這個政績出來台積電 那個時候是國家的 國家扶持的產業 好意思 好意思在那裡吹 真的除了台積電 我跟你講青鳥們 塔綠班 除了台積電還剩什麼 我們台灣除了台積電還剩什麼 還有嘴炮啊 台灣的嘴炮世界第一耶 我跟你講如果嘴炮有殺傷力的話 台灣可以征服太陽系 信不信 我們台灣的嘴炮無敵 嘴都嘴贏人家 什麼東西光嘴我們嘴片世界 世界各國我們辦一個嘴炮的奧林匹克 台灣有幾面金牌都可以拿幾面 可惜奧運沒有嘴炮大賽 不然台灣 中國拿什麼跟我們台灣比 嘴炮這個項目我們台灣 屌打你十萬八千里好不好 台灣除了台積電還有嘴炮 我們嘴炮屌打你們 好再來往下 何時開始台灣不能接受別人說實話了 昨天新聞台灣人說為何做不出黑悟空 新聞拿十幾年前的仙劍宣援劍 來這個賭嘴 台灣的YouTuber說台灣低薪 台灣拿掉台積電剩什麼也沒說錯啊 人家說的事實也要被噴 何時台灣不能接受別人說實話了 就是說韓國有一個YouTuber他拍片 就是說台灣的這個低薪現象 還有台灣的好像他的影片說台灣的這個市容 其實蠻破舊的 然後就他的這個 在韓國也引起了韓國這個討論 就是說台灣的這個GDP雖然是贏過韓國的 但是當台灣拿反應到實質薪資的時候 韓國人的平均薪資卻高過台灣很多 所以韓國的這個他們就討論 就是說那台灣除了拿掉的這個台積電 還有半導體產業 台灣其實好像沒有那麼 不那麼像先進的這個國家啦 這樣講 那我們這邊就不爽啦 就開始嘴啊 哪有啊 怎麼樣啊 我真的覺得 這個問題問得好啦 何時開始台灣不能接受別人說實話了 應該是說何時開始台灣不能接受別人批評你 說你不好了 為什麼台灣變得 當別人說你不好的時候 我們就要像個刺猬一樣 開始來保護自己 開始來戳你 開始來反擊 尤其是當講到中國好的時候 那我們就要開始 那你怎麼不滾去中國 不然就說我們台灣哪裡更好啊 你怎麼是中國同路人啊這樣 其實這是一種 內心的一種保護機制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麼樣刺猬的這種保護的機制 是因為我們台灣真的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那麼好 我們以前真的是不錯 但是我們漸漸漸漸漸的失去 我覺得自己的優勢 但是我們 政府也不敢 不敢去面對這個事實 或者老百姓也不願意去接受這個事實 你自己想嘛 這種心態其實也很好理解 你本來是很好的 你跟大陸比我們本來是很優很優很棒的 方方面面都贏的 但是曾幾何時 我們一隻一隻的停滯不前 人家一隻一隻的往前 甚至超越我們了 那我們那個心態上面我們要怎麼去面對 你本來以前看不起的人 現在好像慢慢慢慢的要超越你了 那當他開始以前在你下面 方方面面都輸你的人 已經開始超越你了 然後甚至還對你指指點點 開始說你這邊可能做的哪裡不好 那邊做的哪裡不好的時候 那你就開始刺猬心態就出來了 你憑什麼說我 你可能怎麼樣 你以為你很好嗎 其實這是一種心理學上的保護機制 核心就是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在進步 人家真的已經漸漸要超越我們了 我們心裡面啟動了這種保護機制而已 如果我們真的 領先人家很多 我們有幾樣東西做的不好 人家對我們批評 其實我們會虛心接受 啊好了 對對對講的對 講的對 其實我覺得我們就算很好 我們也要有虛心接受批評的這種心態 但是為什麼現在我們變得像刺猬一樣的這種心境 就是因為我們真的沒有那麼好 人家都在進步 現在誰還跟你亞洲四小龍 人家韓國都不屑跟你台灣相提並論 我講真的 你跟韓國人去聊天 你把韓國跟台灣併在一起去講 人家韓國人都會覺得 不是同等級的 台灣不配跟韓國人放在一起講 除了台積電以外 除了台積電以外 真的 其他各產業 台灣不配跟韓國放在一起講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